也可以参考我们的讲义的第28页 28页部分的话 其实就是最后大概就是长得像这样子 那里面的话 大概我们就是需要的 就是把几个栏位放过来 那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下方 会有总共有四个区域可以让你放的 那这个四个区域要怎么放 可以完成 我们在28页这边可以看到 里面的话就是列标签蓝标签 然后里面的值的统计 那假如说我今天要统计的是卖的台数 不是销售金额 卖的台数 哪一个东西卖的最好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不同的时间里面 我想知道一个报表给我一下 那怎么做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你是多蓝的话 第一个 一样我们把这个游标一样是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的主档原始资料里面 所以资料已经正规化了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OK了 然后呢 再来一样插入一个枢纽分析表 范围没有错按确定 OK 那当然我目前都局限在Excel里面 如果未来你的资料是在资料库也可以 它也可以用资料库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基础 基础班 进阶班才会讲到有关外户资料库部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一样是来自于sale 按确定 好 那一样会产生这个catch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的东西 那你就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你要推 如果你要分析的是最主要的是产品 第一个 Priority 是第一个是顺序 是第一个就产品的话 那请你放在列标签 第二个的话是它的那个区域的话 请你放在栏标签 那所以我们怎么拖啦 一把那个产品名称放在列标签 再把那个什么区域部分放在栏标签 这样的话 列标签哪个产品在哪个区域 销售的台数多 我想知道一下 你就把销售台放在值里面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销售台里面如果是数字 它就帮你加总 OK 这个时候的话就帮你加总出来了 那你想说 那如果我还要想要考虑到一点就是说 那它的不同年度 假设我这边有10102 假设很多年的话 那我想要看出它不同的年度的销售情形 在不同的区域里面 最好是画个趋势图 因为高高低低马上就知道哪个东西 未来会不会大卖 因为它一直往上 那表示它在不断的在成长期 如果它慢慢往下 那表示它已经衰退了 这东西已经慢慢要改了 OK 所以我们再来就是年度怎么样 那年度你可以放不同地方 我刚刚讲过你可以放哪里呢 如果你放在列标签下面 它就变成有点像加跟减 让你可以展开 让你可以再收折 可是你想说 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如果我觉得放在这边不OK 我希望呢 你不要是收折情况 你是什么呢 能够让我 我点了101就101 点了102就101 就有点像是超连结那种感觉 OK 如果要有点像分页的效果的话 那各位其实可以看 其实这个后面也有啦 如果你要有那个分页的效果呢 其实可以把它放在哪里呢 把年度放在报表筛选里面 拉上去有没有 报表筛选 诶 这边就有了 你会发现哦 上面就会多一个年度 那你可以用分页的类似效果 有没有 如果你点101的话 按确定 它会怎么样呢 101出现 OK 这个是101年的报表哦 如果你要102年的话 再点一下102年 确定 它这样就102年 OK 当然如果你要两年的话呢 就把它全部就可以了 按确定 另外如果说你有多 更多的年的话 假设你有103 104 那你要跳着选的话 其实记得 因为目前资料不够多 你可以按Ctrl键 然后它可以跳着选 比如说我要哪一年 加哪一年 加哪一年 这样也OK 底下也会讲多选嘛 可以用多选的 你打勾也可以啦 然后呢 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会恢复成全部了 OK 可以再帮我放在筛选 这个可以放下面 可以放上面 那你可以针对 你要不同表现的形态 可以有不同的那种感觉出现 那再来的话 如果我把它放下面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其实理论上我们一样习惯 你如果没有千分位符号 理论上一定会先把它 常用里面 改成千分位符号 去除两个小处点 OK 不过小处拿掉之后 还有紧 紧的问题的话 那是 这应该什么 蓝宽不足嘛 所以怎么样 把B到F选起来 快点两下其中一条线 这样就OK了 其实快点意思是说 蓝宽自动调整一下 最适蓝宽 这样最方便嘛 选上面嘛 快点两下 这招很管用 如果不会的话 你可能要慢慢调 OK 那再来的话还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里面呢 好像有一些是空白的 那空白的话 你可能要不就补零 要不就是如果你是那个 有千分位符号 就是一个减号 没有东西 至少有个减号吧 你不要好像空在那里 感觉怪怪的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呢 如果空白帮我补零 或者是说千分位符号 一个减号的话 记得可以从那个选项里面 不过讲过来 那个新版应该是分析 选项里面呢 有个叫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选项 这边就会有一个什么呢 若为空白除存格的时候 你要显示成什么 理论上大家一般习惯 是显示为0的 那你可以在这边输入一个0就可以了 输入0 若为空值显示为0 这样的话呢 特别最后要记得是在哪里呢 选项 这边是选项里面的选项 如果你可能版本不一样 也要自己来找一下 OK 然后呢 若为空值显示为0 那可是如果你是旧版的话 其实一定有 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样 OK 可以也可以 右键也可以 所以如果说你找不到的话 不同版本你可以按右键 好像有枢纽分析表选项 它也会出现 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那可以不限于哪一个版本 右键这边也有 所以有的时候右键也有一些相关功能也会让你看到 那最后的话其他还有什么呢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说 排序功能的话 你可以利用资料里面的排序 可以真把那个 搜索纽分析表里面的资料做重新排序 或者是另外还有一个那个上面有个箭头 箭头这个不是装饰的哦 这里面的话 不是好看 刚刚也好像有个箭头 这个主要是做筛选的 也就是说今天哦 假如我不要全区 我只要看北区跟中区的资料就好了 那其他不要出现的话 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也是要点这边一下 然后呢把那个中区跟北区帮我显示 那东区跟南区我不想看到 那你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就留下你要的那个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今天那个列标签也是一样 我只要看那个大个大手机 跟有线电话 其他不用显示的话 那你就可以按确定 它就可以让你再做细部的筛选 就是显示你要的跟你不要的 那但是呢 你要特别注意哦 它本来如果有筛选 里面呢 它会放一些东西啦 像本来是箭头的 但是如果你经过筛选 你会发现它上面会变成一个漏斗 表示说你有做筛选 那如果你要把它移除的话 就是直接点选它 然后做什么呢 最简单的方法 要不就全选 要不就是什么 我的习惯是 这边有个漏斗叉叉 漏斗叉叉意思说 恢复成原来状态 恢复的意思 漏斗其实在以色谷里面就是筛选 筛选就是把你要的那些蓝找到的意思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这个再把它移除掉 假设我要恢复正常 然后这边列标签一样 也是把它恢复成正常 然后我们最后练习 干脆把列标签这边也改一个名称 刚刚有练习过 不过再把它改漂亮一点 区域 这边的话呢 我就再把名称上面 改成区域 不要叫蓝标签 不然看起来怪怪的 那这边列标签点两项 一样把它改成产品名称 那最后的话呢 一样就把他的那个样式 再把它改一下 我喜欢用那个中等生前 随便选一个颜色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我们要统计的资料 所以第一阶段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功能 还要提一下呢 刚刚有讲到分页 那最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 在第41页 41页里面有一个是叫做什么 叫做交叉分析 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哇好长一个名称 那这个功能其实跟那个 刚刚用到的那个报表功能 还蛮像的 只是说又比报表功能更漂亮 可是这个部分的话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这个功能呢 只限制在Excel 2010以后的版本 因为上次上课 就有同学就是 看着他的那个 还发现奇怪 老师你怎么有 我怎么没有 我看你是2007的 不知道天天就没有这个功能 那不过 因为刚好有吧 所以我就稍微讲一下 如果你以后用新的版本 你就知道 还有这个功能 比如说我今天要针对不同 它这个 有点像是 爆表筛选的一个 延伸功能 那怎么去使用它 其实也非常简单 一 一样是到哪个地方呢 到选项里面 二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在选项 新版叫分析 插入什么呢 交叉 分析筛选器这个功能 新版应该也有了 那 把按下去之后 他会问你说 那请问一下 你要我 帮你在旁边 产生什么样的 蓝位 可以让你快速筛选 比如说要针对年度 点一下 或者甚至你要针对名称也可以 针对区域 反正这三个你把它打光 按确定之后 它就帮你产生三个面板 这三个面板呢 有点像是快速让你筛选的功能 那这三个面板又有点像网页 网页里面的话 可以让你这样切来切去 这个面板出现之后 你可以让它移动 并且可以缩小它 缩小的话 可以把它点一下 粘度两个 然后看把名称放下面好了 那的话感觉很拥挤 另外的话 如果你觉得它外观不好看的话 你也可以再把它点选它 比如这个要换个颜色 上面有让你可以选的颜色 这颜色好像没有什么很多可以选 比如我选一个 只要不一样的颜色就可以了 把它改一个颜色 让它看起来 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 那再来的话呢 把它改完之后 那它要怎么用呢 其实非常简单 它跟筛选蛮像的 比如说年度你按一下 那个101年 它就101年 按一下102年就102年 有没有 这个跟那个刚刚报表好像 蛮像的 只是说 它这个是新功能 让你感觉好像在操作网页 或者像手机APP一样 这个比较方便功能 那再来移除的话 上面有个什么 移除筛 清除筛选 有没有 看到这个图示 点下去就恢复了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名称也是一样 把筛选功能 刚刚筛选功能 有点像 把你那个 刚刚筛选功能 丑丑的画面 变成漂亮一点画面 大概就这样了 所以这个功能好像可有可无的 但是 但是好像有 会不会感觉比较厉害一点 有的东西其实就是这样 卖贵都是因为 它好像感觉厉害一点点 但实际上有嘛 我这里有时候就是 虎虎人嘛 对不对 专业本来有部分就是 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嘛 对不对 说出来说穿了 就不值钱了啦 本来真的就是没什么 就那么几个东西而已 不然你说 好厉害你怎么做的 你不会的人就觉得没什么 不会的人就觉得 好厉害喔 你可不可以教我 没办法 这个我请有 请专人帮我写的 或者字乎之类的 好那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有个 这样感觉 马上可以点选 筛选移除的话 可以移除 另外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你要两个 那它目前要只能选一个 你如果多选按Ctrl键 比如大跟大跟无限 点它 下一个按Ctrl键 这样可以让你多选 OK 跳着选 OK Ctrl键 这个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书里面 有些时候没有讲到 你变成说 你只能选一个 你多选 就是按Ctrl键 就OK了 移除的话也是一样 那区的话 刚刚一样 所以这边 就是多这样 OK 你可以删掉其中一个 变成说 东区没有 那就是留不下你要 移除的话 就从这边移除 好那这样的话 最后就有一个蛮漂亮的 而且你随时要怎么分析 老板要跟你要什么资料 我觉得这个就蛮方便 你就那些欄就准备在 老板问你 马上点下去 像议会咨询 随时点一下 马上告诉他 Pass一下 他有资料 不然的话 每次看到官员很囧的那个脸 你就觉得 是不是后面你的幕僚不够强 如果有很强的 马上就告诉他一下就好 就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相关功能 再操作